又到了新的一期的东游镜 今天我从曼哈顿坐长岛火车 来到了长岛非常有名的小镇曼哈塞 今天我们要向大家介绍一下 曼哈塞这个小镇的居住特点 以及它的房产特色 当然我们还是要先去会会 这期节目的嘉宾 长岛安居地产的总裁潘林 你好你好 今天你邀请我来是 我知道这个小镇也是非常有名的 曼哈塞 对不对 但是曼哈塞来说对我来讲还是比较陌生的 所以今天要好好听你介绍一下 对对 曼哈塞是长岛除了大景之外 应该说是最popular的一个小镇 这个小镇比较小 不像哥尼克那么多的居民 这边的居民很nice 一共也就8000多户 差不多是以天主教的白人为主 他们要占到69% 其次就到了亚裔 所以为什么这个小镇对我们亚裔来说 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方 现在是占到13% 我知道我们很多华人他不喜欢华人太多的 但是呢又要追求好的学区 富裕的地方生活方便吃东西方便购物方便交通方便 那所有的这些呢 马哈塞通通都有 是哇这个确实你说13%左右的这个亚裔 这个比例是刚刚好的 他又没有孤独感 他也有很多的一些同伴 也有很多的一些华人的一些活动 因为华人多的地方 他们就觉得小孩子升学压力会不会 就比较大了 进阵的压力比较大 孩子爬藤的这个这个这个advantage就没那么好 对那你今天约我在这边见面来说 这边是属于马哈塞的什么地方 这应该算是马哈塞的town hall吗 就是这个 对面就是town hall 对对面是town hall 对这边的200号 这是Nordshire的building department 像我们来交税啊 来就是在这个地方 盖什么翻新屋要什么都要到这儿来 所以这边就是一个正中心了 对对你看那边 这边是一个公园 这边是一个公园 哦真的是 今天还有一个人在举办婚礼 对对 是所以这边是一个正中心 正中心 你看这边呢马哈塞火车站 对很中心的地方 然后呢你沿着这个下去 嗯 马哈塞的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就都在这儿 哦 所以他的学校也是在正中心的附近 所有的商业活动在正中心 对 往周边去辐射 辐射 是是是 那马哈塞还有一个 别的别的长岛 别的town都没有的 你知道你什么 别的地方都没有的 我很像有听说 马哈塞的地税会相对来讲 会比较低一些 对对对对 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我了解的一个特点 是不是有这个特点 马哈塞的地税低 相对呢房价就会高一些 房价会高一些 所以他地税低是什么原因 呃就是对对 你可能心里已经有答案了 是不是你该想问我问题 对对对 因为我知道很 名牌帽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等于说是 你完全不需要去 曼哈顿五大道的名牌店去shopping 在这个地方 所有的名牌店都有了 对五大道上的牌子 这全有 而且呢好的是 几乎每个店都有中文销售 还有有的时候 我都听他们说 那个有为了中国人的团 来购物 还有他们加班呀 因为一般晚上六点就关门 他们可能有的时候 哦要接在一些购物团 购物团八点啊 就听说那个什么 国立那些小花 到这里来拍广告啊 哦 所以所以这个镇虽然不大 但是内容很多 嗯对 但今天我们这期节目 最主要的也是要看一下 曼哈色的房产 所以今天你是不是也会带我们 去看一个在这个地方 非常典型的一个房产 对非常popular的 是不是 呃又是很多这个professional young professional可以负担得起了 又移居适合他们生活 居住要求的一个 嗯好的 那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好的 那所以今天我们到曼哈色 来看这种房子来说的话 它有什么特别 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也是colonial的 嗯 但是呢 这种呢 就是说是比较适合年轻人的 colonial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 它不是非常的大 但是呢 它什么都有了 哦 你看这 高的ceiling 新的 对 而且走进这个房子 我感觉是比较新的 应该没有建议几年吧 呃 八九年才 哦 然后它地下室呢 家庭影院什么都有了 地点对年轻人特别 特别适合 可以走路到 曼哈色有两个火车站 嗯 一个是在 Plandon 一个是在这边 嗯 大概都是走路十来分钟 嗯 另一个卖点呢 就是说 这个房子 价格 是affordable的 哦 八百九十万美金才 嗯 地税低 地税对长岛豪宅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 嗯 这个地税才三万多 它的邻居 听说才打 打地税达到了两万七八 所以它 你有potential 嗯 把它打下来 这样的话 就为什么说 年轻人affordable呢 就是地税也不高 房价也不是那么高 但是呢 你拥有一个漂亮的 colonial的新房 对 嗯 是 所以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 好 好 来看看 嗯 你看这种双的铁门 都是 都是 很气派 很气派 是大家喜欢的 所以潘令 我们请这个房子 所听过也听到 这是一个非常挑高的一个前厅 对 double ceiling 新房 新房都是这样 然后它这些前厅 有这个的都是有地卵 哦 嗯 主卧的浴室 这边都有地卵 对 那这个呢 是 是living room 正式的客厅 对 三个大窗户 是 嗯 那边是不是 那 family room 这边有这个 有gas的这个壁楼 双厅的结构 双厅 我记得你有期节目讲过 如果有双厅的话 基本上 豪宅 标配 双厅 双 双客厅 双 饭厅 一个正式的饭厅 一个是自己用的早餐厅 嗯 你看这边呢 你看这就是family room family room 它比较好的呢 它有两个french door 去后院 一 采观好 对对 两个门一打开 都可以去后院 这边是厨房 所以这边就是一个小餐厅 对对对 那这就是个小餐厅 对 可以在这里吃老化 对 厨房也是什么功能都有了 嗯 这个是老型 哈哈哈哈 这个老 是 这么厨 然后在大理是很厚 一块披下来的 嗯 然后这个是烧烤的 烧烤的 对 它双烤箱 很大 你看这边已经是六个炉头了 嗯 这边还可以做烧烤 烧烤的 对 是 嗯 然后也是YC式的功力 很强大的 是 对 适合一个family 爱煮的 你看这些 这些都是钢的 嗯 如果呢 我们把这个窗户打开 这个门打开 它后院非常private 它虽然 哦 我打一下 你看 感觉很好 那 这下种的亚洲梨 这一片 好 来 全都看看 看看楼上 这次二楼是 完全是卧室的空间了 对 对 都是卧室区 一共有四个卧房 一 二 三 三个卧房 这边主卧区 那边是洗衣机 烘干机 对 对 来 我们来看看主卧 嗯 很好 真好适合 适合一个四口之家 或者五口之家 对 因为地下室还有卧室 你看 high ceiling 这些modi也做得 非常的精致 你看 这些ELD的灯 嗯 所以你刚才讲 这个是一个 殖民式的这样的一个建筑风格 对 那在长达来讲 是不是这种殖民式的 就特别受欢迎 对 No.1 popular的 哦 因为它的 它的特点就是说 很优美 但是呢 又又有建筑的这种雄壮之美 嗯 就是说 如果很奇怪的话 也不会是最流行的 大家最喜欢的 而且空间的利用力 空间利用力也很合理 对对对 对 因为过去有一些建筑来讲 有很多的斜角啊 尖角 对 它这个来讲的话 基本上比较方正 对 都没有 对 然后很多的一些细节都有 对对 modi 那你看这边 一般的衣帽间 一般的主卧的衣帽间 哦 它还有一个那个壁炉 哦 所以这comfortable 对对 它这个遮着在 那个 它衣帽间呢 一般都是 男女主人公 男女主人 各一半 各一半的衣帽间 这个 无形间也是 主卧也是超大的 对对 都有 对 领域 浴缸 一边 对 两边都 分开的 窗 窗 窗外的风景也很好 对 你们可能住城里住惯了 你看 窗外的风景 也不错 对 对 嗯 哇 这个地下室完全是装修好的地下室 对对 而且装修的品质非常好复地 因为新房子它是什么呢 现在的新房就很注重地下室的使用率 地下室 C-Ling很高 就挖的地基很深 你就用起来很舒服 你看这边 整个 真的是一个孩子的一个玩耍乐园 对 健身房 小孩子玩的地方 两个逃身窗 窗户都搞得很大 有火灾了就直接可以爬出去了 这里头是可以做酒窖呀 有那个账目的衣柜 可以自己 你知道 有些什么皮草什么的在里头 所以你就说看一个房子来的 有的时候地下室也非常重要 就像你讲的 非常重要 质量高就说明它地基挖得比较深 对 而且它全部是装修好的 等于说你搬进来 其实真的是很好用的 就等于 等于你的生活空间多了三分之一呀 真的是 如果你地下室想象一下的话 你地下室 很矮 你就不想进来的 你只想堆杂物 没错 但现在盖的新房呢 开发商意识到了这一点 大家要居家 那很多空间就要铺饰到地下室来用了 那这地下室呢 又多了个办公区 这就是一个办公区 对 你看那么大的那个家庭影院 是是是 对好奢侈是不是 是啊对啊 这是一个屏幕 真是一个项目商量 你看它又往下 就好像你是真的是去一个电影院 你看它还有设计 这边一个大门进来 你看这样 下楼梯 好像是要捡票的 对 对还是这个意思 你看还这样 那还要下楼梯 是不是 真好一个翻面了 几个椅子 七八张椅子 对 其实邀请朋友过来 看一场电影 做一个party 对对 所以一般呢 现在家庭影院 大多都小孩子看 很多家庭影院 也装了那个卡拉OK的功能 而且我看 他们你看旁边 都有时隔音效果的 消音的 然后你看 童链做得非常好 对对 就就差贴几张电影海报 再加一个爆米花 是 爆米花机器就可以了 对 你感觉真的就像 进入了一个 贵宾式的一个电影院 对对 私人影院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到大名鼎鼎的 所以确实来讲 就是说它这边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mall 实际上来讲有两个可以象征两个 一个就是这边居住的人 基本上都是 有这个消费需求 有这个消费的需求 对不对 还有这个mall本身来讲 也带来了非常大的 可以当地的证一个税收 对不对 所以你刚才提到了 就是说 其实马哈萨在长导这么多的证里面 它的利税算是比较 应该算是最优惠的 最优惠的 是不是 那所以房价相对来讲也会高一些 这是它的特点 那它其他方面来讲 如果需区也好 生活的配套设置也好 然后交通的便利性 都是数一数二的 对 因为这是富人区嘛 还有一个故事 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 就是在那个疫情期间 那个黑命贵运动 不是到处要游行嘛 对 也落到这儿来了 但是他们只敢在外围虚张声势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老板一很有钱 第二很有能量 他自己害了很多private的 在这里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 真来打杂抢 因为你知道 马哈萨不是很多store 没错 对 木板条全部都封起来 对 木板条全封起来 还有那什么Gucci什么什么那些店 对对对 就直接大包小包就拿走了 嗯 对 所以这是个非常 嗯 非常怎么说呢 一个是安全 同时这边做生意 也是有实力的VK人 嗯 对不对 绝对 就是说他们说 为什么唠不到大井 为什么唠不到马哈萨 嗯 因为住这儿的人 有不敢闹 不敢闹 嗯 是 对